主持人 您好,今天想要跟您討論一些宗教的問題。在正式開始之前,有一個時事性的問題,就是說最近一次川普經會在二月底的時候顯然失敗了,沒有達成任何協議。 大部分人分析是北韓可能並不是很在乎,因為中國的壓力比較大,川普是告訴大家說,No deal is better than bad deal,而且拉廷者貿易代表在國會聽證會的時候也是非常鷹派的,他告訴我們說結構性改革是達成協議的先決條件,但是你上個禮拜還是上上禮拜說,川普想要搞好的經濟的執念是非常強大的,那可能是已經好幾十年都累積在他腦子裡面的事情。 所以他可能很希望真的搞出一個美中貿易協定來應付明年的大選,這個風向看起來十分的混亂,可以請您分析一下嗎? 川普經濟,風向混亂大部分都是由目的的新聞造成的。他想傳遞一些信息,造成股市波動之類的,達到一些短期利益,其他的東西對他來說並不重要。 實際上,協定一開始就是不可能達成的。即使真達成協定,中間牽涉了這些天頭萬象,要執行的話多少年? 老實說,從技術上來講,只有經濟一場辛亥革命才能夠執行得到,否則即使是簽署了,而且有誠意的執行也執行不了,何況根本就沒有執行的誠意。 如果只簽署了一個原則性、意象性的東西,然後以後慢慢執行,那跟不簽署是沒有區別的。這樣的協定沒有別的用途,它只會製造更多的糾紛。 國際關係史上的基本常識就是,糾紛就是由不完善的協定製造出來的,每一次新的戰爭都是由以前的協定有漏洞或者是有代議條款而造成的。 1860年的戰爭根本上就是由於1840年的條約把廣州入城問題、使館問題之類的留到以後代議,而代議的結果大家就拖來拖去,拖到最後就只有一條戰爭來解決了。 如果開始沒有協定的話,互不接觸可能還要不容易起衝突。有了一個協定,無論是什麼樣的協定就有了一個接觸渠道,有了一個接觸渠道又加算不清的話,只會使衝突變得越來越頻繁。 而且,牽扯的範圍越來越大,使它捲入民主化的輿論場,有了更多的利用價值,使它變得更像黑白分明的方向去演化,使得小的妥協變得更不可能,最終通向大的決裂。 所以,這樣的結局差不多在一開始就可以看出來了,中間的技術細節已經不重要了。這些事情早晚會放大到一般民眾對這些事情沒有明確的利害關係的民眾占大多數,有重大利害關係的人只占少數這種狀態, 結果有利害關係的少數,或者是利害關係很大的少數不能左右舉變,而利害關係不大的大多數民眾只能按照善惡站位的講故事方法來理解問題,於是事情就會順理成章,按部就班進入它應有的狀態。 最後就只有誰是壞人、誰是好人這種方式來解決問題,走到這一步就揮得全面決裂不可能。 然後,在這種情況下,本來有利可圖的那一部分小集團整個就變成犧牲品了。 劉仲敬佳議員 剛才說到,我看到最近很多新聞一直都在分析說,美中貿易戰到現在半年,事實上幾乎所有新增的關稅都是美國消費者負擔的。 劉仲敬佳議員 事實上,中國藉由匯率的改變跟他們內部結構性的調整,其實並沒有讓出口的出超額度有任何的改變。 劉仲敬佳議員 您說的意思是說,這樣子走下去到最後,真正在美中貿易占便宜的那個少數集團,他們會被犧牲掉。 以至於說,絕大部分美國的吃瓜民眾還是只能以善惡跟民主集權類似這種惡分法的想法去看待中國? 劉仲敬佳議員 因為消費者從來不會有意見,世界上過於分散而沒有共同連接的集團是不會對任何問題產生出共同意見的。 對於他們來說,物價上漲或者降低一點,這是根本沒關係的事情。 古巴唐拿了優惠價格,拿了這麼多年,後來古巴變成了共產主義國家以後,這個優惠條件被取消,但是從來沒有人關心過唐到底是從哪兒來的,它多漲了一分還是幾分,對於普通消費者有任何影響。 因為美國的經濟武器就是它有巨大的消費能力,所以這個消費能力是可以用來驅使生產地的改變的。 美國消費者不會真正多付錢,因為很簡單,這些產品會自動地轉移到越南去。 情況就是這樣的,馬來西亞的產品賣一百塊錢,廣東的產品賣九十八塊錢,越南的產品賣八十塊錢。 所以,世貿組織學徑簽署後,它從馬來西亞簽到廣東,然後穩定了一段時間,然後再簽往越南。實際情況對於美國市場來說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只是中間有一點波動而已。 而不確定性對於出口商來說是非常致命的。它不能說是,三個月以後我訂的貨將要到達海關,然後要由我去領,然後我去提還是不提,我哪有辦法留在海關門? 但是留到海關以後,我用什麼價錢來領回來呢?答案是我不知道。三個月可以,再過三年,任何出口商都會覺得,我還不如找一個能夠說得準,我需要出什麼價錢的人來。 重要的還不是具體的價錢和什麼價錢,而是一個穩定的出貨預期。東亞和東南亞出貨的這些貨是典型的血汗勞工產品,它的伏加值是很低的,利潤是極其微薄的,賺的錢是很少的,全靠價格競爭,沒有什麼不可替代性。 所以,稍微撥中兩三塊錢就可以使生產地從一個地方撥中到另一個地方,讓幾千萬人輕而易舉的事業,而消費者還幾乎沒有任何感覺。 如果越南的供貨商可以保持長期的價格穩定的話,客戶肯定會迎接到他的人去。而中國如果三天兩頭,像它涉及的那種彈性的關稅機制的話,明顯就會趕走所有的出口商。 這就是說,出口商不知道接下來三個月發生什麼事情,也許原有的關稅會取消,也許會突然再加上25%、也許不知道是江蘇會執行的還是廣東會不執行的,這裡面的信息成本太大了。 它不可能逐個給你了解到哪一部分會執行,哪一部分會不執行,然後再去合理地預測一下以後三個月、以後九個月會發生什麼事情。 它為了省心起見,為了使自己能夠得到穩定工作員的起見,唯一合理的辦法就是把它通通砍掉,於是這些產業就自動全都轉到越南去了。 設立這樣的機制的結果必然就是這樣的。當然不設立這樣的機制的結果必然也還是這樣的,因為如果連機制都設立不了的話,穩定預期就更不存在了。 所以,這些圍繞的談判大多數談論,一部分是新聞人為了給自己找飯碗,無論如何都需要寫一些純屬廢物的分析。另一部分就是有利益相關的各部門需要在這裡面找點事情出來。 實際上,這種事情你等於是只要鬧起來了,倒霉的一定是那些粗口商,而他們除了吃雅巴虧,趕緊立刻止損,另外去找供貨員以外,是沒有別的辦法的。動作越早,損失越少,以後還可以有轉圖。動作越遠,損失越大,結果必然是這樣的。談不談,談成什麼樣子,一點區別動作。 這個辦法,用一個比較不大貼切的比喻來說,就是這個樣子。在男權時代,看重處女曾濤的時代,假如鎮上人都在爭論某一個姑娘是不是處女,那麼接下來事情已經不重要了。 你根本不必要去問醫生或者是問其他什麼人,檢查結果怎麼樣。你只要有醫生在那一天到晚檢查,大家拼命地登廣告,有些人說她是,有些人說她不是,有些人說醫生在照耀,有些人說醫生不在照耀。接下來的故事就已經肯定了。 那個姑娘唯一可以做的選擇就是,改一個名字,搬到其他地方去做,要不然她即時請二百個醫生來,僅僅是她請醫生來檢查她是不是處女這件事情,就足以保證她嫁不出去了。 結果肯定就是這樣的。這個原因不是由於醫生怎麼樣造成或者造謠人是怎麼樣造成的,而是由於你在當地婚姻市場上的天然弱勢造成的。這個弱勢就注定了你平時就在水位線上,稍微一不小心就會掉下去。 主持人說,關於宗教,我第一個想要跟阿姨請教的是席克教。它其實是一個近代宗教,是西元十五世紀才開始發展出來的,基本上它是由印度教跟伊斯蘭教裡面綜合起來的一個類似一神論的宗教。神學細節我們可以先不管,但是這群人後來參加了印度國家的誕生,他們經常由席克教徒稱為將領。 在美軍之中,他也有很重要的地位,甚至我們現任的總理師也是席克教徒。那想要聽你談談看,他是怎麼樣在相對短的時間裡面得到組織到這麼好的組織度,甚至還可以成為一個大國的總理,有軍事的組織。 主持人說,這就說明政治和宗教是兩回事。宗教上的親緣性根本不能帶來政治上的親緣性,政治上的親緣性是由於演化造成的。演化會把所有的組織改造成原始、最初創始人根本不認識的樣子。 主持人,西克教最初創始的時候是典型的愛與和平的宗教,有幻神論也有伊斯蘭論的傾向,它的創始人是去過麥家的,對伊斯蘭教其實也並不反感。 主持人,開始的時候也還曾經得到過莫沃爾的幾位皇帝的贊助,說明當時的穆斯林皇帝也並不反感他,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他有了一定的政治勢力和財富又沒有足夠武力的情況之下,就變成轉向原教旨主義和莫沃爾帝國反自由主義運動的一個適當的目標了。 關鍵在於就是,你出來這種情況就變成像是印度的猶太人那樣。作為莫沃爾朝廷當中兩派鬥爭的對象,一派可以說是阿克巴的自由主義者。 自由主義在宗教寬容的背後當然也是用利益動機的,它代表的是阿克巴政府和拉齊普特封建領主的一個聯盟和包括他們之間的政治聯姻,而背後有的是封建聯盟的武力。 而奧蘭哲布的政府則是以上述聯盟為打擊對象的,為了打擊對方,他當然也需要有一個大隱靈魂。而這個大隱靈魂就是,你們跟這些非穆斯林搞得這麼火熱,顯然是不純潔的,所以我們要純潔一下,而純潔的結果就要順便打擊到其他人身上,包括希克教徒。 而希克教徒在這個情況下,自然而然的愛與和平的那一部分就會被塞掉,而不愛與和平的那一部分使用無料的部分就留下來。 然後他在演化當中,儘管他自身的體系當中、教育當中其實是很白左的東西,按照現在的表現,顯然是白左類的東西,但是在操作的過程中卻不得不產生出內封建性的東西。 關鍵就是它的演化環境是封建性的,所以這個還是像是鯨魚到了海裏面也會長得像鯊魚一樣,同樣的道理。它會跟馬拉撻聯盟和拉齊普特聯盟那些封建領主一樣,用封建式的方式去籌集它的武裝人員,結果使它自己能戰鬥的那一部分變成典型的封建領主,使它的政權變成封建領主的聯盟。 於是這樣的一個希克教徒就變成一個封建國家了。在墨爾帝國衰亡和解體的情況下,跟帝國殘留的藩政勢力和其他自發產生的封建勢力不斷地爭奪,特別是跟南方的馬拉撻人爭奪邪天子而令諸侯的權利。 當馬拉撻人向德利進軍,就劫持皇帝,強迫皇帝任命他們為大臣,然後以皇帝的名義發放施令的時候,希克教徒就覺得這樣做是不行的,皇帝不能落到別的頭, 然後他們就跑出去打馬拉撻人,然後接下來的爭奪漢先帝的鬥爭就這樣迅速地展開,然後他自己就自然變成了一方諸侯了。 這時候原始的教義還能夠剩下的,其實原始的教義在編集成策受到極大尊崇的時候,也就是它被系統性地重新解釋,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傳統的發明過程。 而這樣重新發明出來的傳統,正因為它跟原來已經相去甚遠,甚至完全不同和截然相反了,才特別需要用原來的祖師爺的名義來發布。 然後接下來的事情就是,因為希克教徒是一個印度帝國內部的少數派,在十九世紀末期民主開始生長的時候,我們要注意這些是有前後不同的。 在民主觀念不存在的情況下,希克教由於是印度帝國極少數還有抵抗力,能跟歐洲人打一仗的力量,所以它一度是英國人的主要敵人。 而信德的費拉穆斯林面不改色地投降了,接受了英國人的保護,用他們的錢去資助英國人去打希克教徒。 當然,絕大部分的印度教徒,特別是孟加拉的印度教徒,比穆斯林更加費拉,十分高興地得到一個比原來更好的保護人,把他們的錢獻給英國人去,只有極少數能打的人。 這就是希克教徒和馬拉撒人,他們從來源上來看是風馬牛而不相比的,唯一的共同特點就是他們還有戰鬥力。 凡是有戰鬥力的人,不打一仗是不會隨便屈服的,所以他們最會堅持到最後。這就是他們好像是英國人的阻撓敵人。 然而到了十九世紀末期,民主觀念開始產生的時候,在帝國內部處於少數派的各群體都站出來反對民主而維護帝國。 因為實現民主的結果,無論是科舉式的民主還是選舉式的民主,都會使人口最多數的人上升。 正是英國人開始感覺到,要求民主的運動,包括作為非格黨激進派小兄弟而開始崛起的國大黨人,是不是都是印度教祭司的復辟權利的一種陰謀呢? 而這時,人口上居於少數的穆斯堅和希克人都反過來支持帝國,他們覺得如果通過考試制度,最能考的那批人肯定是孟加拉人,而孟加拉人在原來的帝國結構中都是被征服的降爐。 這種階級地位的顛倒太過壞了,我實在是感到難以忍受。如果英國人騎在我們頭上,我還可以忍受。如果那些科舉知識分子也騎在我頭上來,長期以待他們是專門舔我們的人騎在我們頭上來,這就太過壞了。 本來英國人同時統治我們雙方,我還可以忍受。現在呢,原先被我征服的人也跳起來騎到我的頭上來,這是萬萬不能忍受的。 所以我們必須站起來組織印度愛國者聯盟,維護英國人的統治。公開宣布,虧行公務員平等的公務員制度和民主制度將是印度帝國的災難,我們要堅決支持帝國統治,由英國貴族統治很好,堅決不能搞任何把政權轉移給本地人的民主化改革。 這種改革唯一的意義就是沒有政治德性的印度費拉翻身,讓他們當領袖還不如我們自己當。 然後當然等到英國人在1935年以後決心撤退的時候,他們就改變策略就是說,印度人要發明民主,我們要發明民主。 我們要發明巴基斯坦、達羅匹圖斯坦、希克教國家諸如此類的。既然你們英國人非要搞民主不合,那麼我們就要去實行單獨的選區。 如果實行普選戰鬥的結果是,我們在每一個選區都是少數,每一個選區都是印度教徒的多數。 那麼我們要改一下選區制,印度教徒搞一個選區,穆斯林搞一個選區,希克教徒搞一個選區,諸如此類。 當然這樣的結果會使印度巴爾幹化,結果前途是大大的不妙,但是寧願是這樣的話也絕對不能搞什麼總選區,搞什麼總選區就是所有的蛋糕都讓印度教徒分去了,而印度教徒過去是被我們征服的建議,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但是希克教徒在這方面又在跟穆斯林又發生了一點點衝突,穆斯林在十九世紀末期是保亡老人,希克教徒也是保亡老人,他們積極地捐款支持英英帝國各種戰爭,包括攻打大清帝國那些戰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爭當中也是積極出力的。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雙方的立場發生了分歧。穆斯林在得到了他們想要的巴基斯坦以後,就變得全力支持巴基斯坦了,英國不在他們祖國了。 而希克教徒仍然覺得英國是他們的祖國,所以他們堅持到最後,他們最後發現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夾土當中沒有辦法搞出一個沒有出海口的希克教國家。 於是,兩海相傳體清,搞了一個歸順了聯邦主義特色更強的印度,從此在印度內部不斷地搞事。結果就是,在印度的各個族群當中,希克人和拜伙教徒是最親英的派系。 這個親英的特色是他們跟緬甸克清族人一樣大批的移民英國,然後又由於他們在英國軍隊中有戰績的緣故,移民英國很容易,結果他們遷移到英美的人相當多。 他們的教育,嚴格說希克教的教育顯然比伊斯蘭教教育更東方化。如果按教育來說的話,肯定是伊斯蘭教更接近於基督教,至少比希克教和印度教來說是更接近基督教的。 但是希克教徒作為一個政治力量,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後就顯然是比穆斯林更親西方的一個政治勢力。 因為他們同時受到印度和伊斯蘭勢力的壓力,像克清人這樣受到緬甸佛教族的壓力小團體那樣,更加感到英國人是他曾經有過的最好的保護人,所以懷著孤沉孽子那種感恩戴訣的中心。 而真正的英國人和美國人不一定會有那樣的中心,於是就造成了現在在英美的希克教社區這樣的政治感情。 這種政治感情完全可以用政治博弈和演化環境來解釋,而用宗教上的來源和教育上的親和力卻是根本解釋不了的。 像他那種,順便說一句,民族發明的主要動力之一就是階級鬥爭,最重要的動力之一就是階級的顛倒。 就是說,階級鬥爭在階級地位最相近的兩種人之間表現得最親密,而外來人不大清楚,偶爾的小動作造成階級地位的顛倒會激起長期的仇恨。 因為人最不能容忍就是原來不如我的人騎到我頭上,原來一直比我高,而且高很多人繼續騎在我頭上,我認為他卻是毫無怨懇的。 東歐的民族發明跟這一點很有關係,它是一層套一層的。例如立陶宛的民族發明就跟顯赫威茲相反,你要看顯赫威茲的小說中間拉奇威爾公爵是賣國賊,但是立陶宛的民族發明中間拉奇威爾公爵是立陶宛的愛國者。 因為顯赫威茲那個時代,波蘭和立陶宛都被俄國統治了,於是他企圖發明一個大波蘭。 大波蘭當然是根據歷史上的波蘭立陶宛聯合王國,是既包括波蘭又包括立陶宛的。立陶宛自古以來就是波蘭一部分,你想把立陶宛從波蘭那中分離出去,當然是波蘭的賣國賊了。 但是立陶宛民族發明家則認為,立陶宛不是波蘭一部分,而是在波蘭、瑞典和俄羅斯之間的小國,三者當中誰的逼格最高呢?波蘭比俄國要高一點,但是還是渡入瑞典的。 拉奇威爾公爵幹的是什麼呢?他把立陶宛從波蘭中間划出去,去歸順瑞典去了,這顯然是拖亞如歐的壯局。所以他當然是我們立陶宛的愛國者了。 然後是一道現實政治的問題當中去。在蘇聯最虛弱的時代,畢俗斯基把蘇聯紅軍曾經打得很慘的時候,差一點要把立陶宛完全吃下,他老人家只要做得到的話,是很高興按照十九世紀大多數波蘭愛國者的做法,把立陶宛變成波蘭自古以來的一部分,把立陶宛的傳統首都威爾紐斯都賺取了。這次如果不是蘇聯紅軍的干涉的話,立陶宛就要完蛋了。 而立陶宛依靠蘇聯紅軍才從波蘭第二共和國的磨島中間逃脫出來。蘇聯紅軍只要做得到的話,如果他有施打你那麽強大的話,是要把波蘭和立陶宛一起吃下的。 但是由於一個都吃不下,他寧願讓立陶宛的反抗波蘭人而不願意讓秘書斯基建成一個包括波蘭、立陶宛和烏克蘭的大波蘭。這樣一個大波蘭將是俄國人的心腹之患。 如果又有立陶宛、又有烏克蘭、又有波蘭的一個小波蘭,對他的威脅還要小一些。因此他非常積極地支持,既然立陶宛共產黨扶不起來,那就像是共產黨扶不起來的,那就要堅決支持蔣介石抗日子一樣。 因為日本人可怕得多了,既然秘書斯基是最可怕的,與其支持立陶宛共產黨顛覆立陶宛,導致立陶宛為波蘭吞命了,波蘭變得更加可怕,那還不如支持立陶宛的民族主義者鎮壓共產黨,讓立陶宛從波蘭之間獨立出來,立陶宛跟波蘭結成世仇,所以他們就這樣做了。 所以立陶宛的獨立是蘇聯紅軍的功勞。按照現代國魂的理論來說的話,所以立陶宛都是共產分子,二二八時代是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陰謀。你馬上就可以看出這個故事的相似性了。 如果民進黨對共產黨造成了足夠大的威脅,國民黨可以被統戰化,那麼他肯定要說,二二八事件全是共產黨的陰謀,所以你們這些反共的人士絕對不能支持民進黨,否則是幫共產黨忙。 但是反過來,如果民進黨的弱小,像1987年以前在蔣經國時代那時候那樣,共產黨必然要支持民進黨,希望民進黨削弱了國民黨的勢力,本土派削弱了國民黨的勢力以後給它製造機會。 而這樣的人也是有經驗的,至少在屬滇潛貴這一代都是這樣。在蔣經時勢力占上風的時候,劉湘和隆雲都曾經跟共產黨合作過,曾經為了共同拆蔣經時的牆角。 你可想而知,假如有朝一日大蜀民國搞成了以後,他們肯定要說,劉湘是共產黨的匪諜,大蜀民國之所以會創立出來,完全是為了分化海外的反共勢力。 因為他們都是在蔣經時反共的時候,曾經幫助共產黨整個的蔣經時,但這個關係其實不過是政治上的合作連橫而已。誰是我眼前最大的敵人,那麼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 但是反過來,如果共產黨的勢力超過了國民黨,那時候國民黨就會變成次要敵人,而共產黨變成主要敵人。1949年以後的狀態就是這個樣子。1935年的情況也是這樣的。 你如果看四川那些本土派的勢力,他們在1935年,張國燾快要打進來的時候,儘管他們以前一直是堅決抵制蔣介石入串,這時候他們被打擊了,就急急忙忙地恳求蔣介石快來幫忙了。 但是紅軍被打跑了以後,他們又做了一個一百八速的急轉彎,派代表道延安去聯繫紅軍、聯繫弘玉祥、聯繫李宗仁,起初建立一個包括紅軍、弘玉祥、李宗仁在內的川、顛、桂、紅大聯盟來抵抗蔣介石入串。 然後到1949年,蔣介石頂不住的時候,他們的做法又做了一個急轉彎,又來統戰國民黨的殘餘勢力,其中利用這些殘餘勢力,特別是借用蔣介石從西昌和臺灣空運過來的武器幫助他們打共產黨了。 那這些人到底是通共呢還是反共呢?答案是,他們都不是,他們都是政治上的機會主義者,因為他們本身是四川本地的地主。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像蔣介石要求他們那樣離開四川到臺灣去,到了臺灣,他們政治勢力就會化為烏有了。一旦失去了,離開本土,他們就什麼也不適了,所以他們必須留下來。 而留下來的,任何外來的世界對他們都是敵人。袁世凱是敵人,孫中山也是敵人,曹坤是敵人,吳慧甫也是敵人,唐继尧也是敵人,蔣介石也是敵人,張國燾也是敵人,毛澤東也是敵人,誰是主要敵人看當時是誰打過來了。 凡是主要敵人打過來了的時候,原先的敵人和其他的敵人吃了敵人,其他的敵人就通通變成了吃了敵人,然後聯合吃了敵人打擊主要敵人。 土豪勢力都是這個樣子的,他們離土不離鄉。離開了鄉土,喪失了政治生命,那就跟死了沒有什麼區別,還不如死在原地,所以他們就只能這麼做。 這就是政治上合縱聯合的結果。當然,相應的意識形態上可以做一些宣傳。比如說,我要跟共產黨聯合一些反對蔣介石,我就會提出民主。 民主的意思就是說,把一些親共知識分子釋放出來,送給共產黨作為見面禮,希望共產黨得到一個見面禮以後幫我打蔣介石。 但是反過來,在共產黨打我的時候,我就要把原先放出來的那些人統統抓進監獄裡面,然後把原先我抓進監獄的那些國民黨人放出來,送給蔣介石作為見面禮。 這些人是1928年以後,蔣介石在四川建立黨部的時候,被四川地方軍閥派人砸了報管以後,以巡邪鬧勢的罪名抓起來的,然後諸如此類地把他們連續耍了好幾次。 當然這是政治上的機會主義表現,但是你要注意,政治上的弱者必定是機會主義的,因為他沒有別的選擇,他要維持自己的生存就只有這樣了,拉一塊打一塊,使他盡可能地爭取短期內的生存空間。 如果短期都爭取不到的話,那就根本就沒有什麽長期了。 那麼你根據他的不同時期的意識形態,看他一會兒親蔣、一會兒親共、一會兒親日,他到底親哪一派的?答案都不是。這些東西都不是通過理論的脈絡搞出來的。 我上次提到馬克思就可以說到,康德的學說,因為康德根本不參政,他一輩子就是個隱世,所以他的理論是完全按照他自己的理論的脈絡推倒出來的。 但是馬克思是個不斷參政,而且不斷有敵人,而且敵人不斷轉發的人,所以他的理論就沒有脈絡。他的理論是處於政治形勢橫下拉動的結果。 你把他的理論當成前後一塊的整體,不考慮他在不同時期是跟誰結盟、反對誰的,那就會得出極其荒謬的、切割性的東西。 那麼共產黨和國民黨的理論,包括劉湘、李宗人和希克教授的政治理論都是這個樣子的,都是受當時的政治需要橫向拉動的。這一點是政治上的弱者共同的特點。 只有政治地位穩固的人,政治地位穩固的人一般是保守派。保守派跟當時的主流派是一致的,他的地位非常穩固,他不需要考慮自己安全不安全的問題,所以他能够保持理論上一貫性。 政治上的弱者,一般來說激進派經常是弱者,但是弱者不限於激進派。 像是眾小盟族所有的民族發明家在其早期都是弱者,所以他們的理論上是沒一貫性的,是取決於他在政治上合縱連橫的需要的。政治上的盟友是誰,他就必須在意識形態上向誰靠攏。 例如,像劉湘和閻熙山,他們都一度在某一個時期說他是日本人的好朋友和泛亞主義者,你在另一個時期說他是堅決抗日的勇士。 而且這兩個時期相隔的日期都不超過一年,原因就是因為這樣政治上的交涉的結果。 劉湘在跟日本人談判,企圖反蔣的時候,他就是泛亞主義者,但是跟蔣介石談判反制的時候,他就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他到底是哪一種人?當然是,他是一個小比斯麥式的外交家,他同時在跟多方面談價,討價還價,看誰能夠最有效地保全他的地方勢力,那麼他就會擁護誰。 最後,他被日本人拋棄的其實是偶然的結果,是被國共兩黨聯合坑害的結果。當然,他這樣東式西蘇的結果是會讓國民黨和共產黨都不滿意的。 在1936年這個至關緊要的年份當中,共產黨的代表是要他返蔣抗日,國民黨的代表是要他擁蔣抗日,而日本人的代表是要他連日返蔣。 當然,日本人在所有各方都是最強大的。在日本人的眼中,共產黨的那幾條槍還算不到什麼,你只要返蔣就行了。 然後劉湘呢,在廣州起兵返蔣的時候,他就下令要把蔣介石在成都和重慶的代表抓起來。 他的顧問鄭漢強說,我們要不要先等等,看他能不能打贏。結果,過了一段時間,陳吉祥打輸了以後,劉湘就跟他說,幸好當初聽了你的話,要不然現在我們沒法收場了。 這就是他這樣搜索了兩端的政策。然後,他的代表正在天津跟日本人的代表談判的時候,國民黨和共產黨聯合起來坑了他一下,通過派出他內部的匪諜,召集了一幫群眾運動。 理論上是群眾,但是實際上都是秘密特工了,跑到成都去打日本人,結果打死了兩個日本人。 於是,日本人在向他心聲問罪,就像對待英乳根一樣,你到底是在哪一邊呢?你這樣做,對皇軍如此不忠,我沒法信任,你就把他的代表給趕回來了。 當然,這也是因為日本是在最強的一方,他覺得有你們也差不了多少。所以我們實在是懶得會心事在爭辯你到底是在哪一方面的。 你這樣一搞,但是站在共產黨的這方面來說,當然也包括國民黨來說,對於像英乳根這樣的法北地方勢力和對於劉湘這樣的四川地方勢力,你不知道他是站在哪一方面,他很肯倒向日本人這方面。 那你合理辦什麼呀?就是挑撥力奸。日本人強大,強大的人都傲慢,因此他不在乎你孝忠不孝忠,讓他引起對你的忠誠的懷疑,就足以讓你無家可歸。 就像梁山坡好漢的故事一樣,梁山坡好漢化妝成霹雳火勤明去放火,然後朝廷也不查真相,就說的是你失通梁山了,其實勤明當時還處在猶豫不決,不知道該終於朝廷還上梁山的那種狀態。於是,這樣一點他沒有退入,就只能上梁山了。 我之所以提這一刀,是因為我估計下面他馬上會對臺灣用這一刀。 臺灣的保護人士是美國和日本,比如說假定有一些臺灣本土派的代表在臺灣打美國人或者打日本人,或者搞出什麼得罪美國人和日本人的事情,給美國人和日本做出了一個印象,就是說臺灣已經導向中國,會把美國和日本的機密出賣給中國。 甚至可能是這樣,比如說臺灣一個高級軍官帶著美國人什麼機密投靠了中國,然後臺灣美國人向蔡英文大興問罪之時,我們拿軍事機密來援助給你,結果卻送給了中國。 以後我們還能不能援助你,我們不援助你了。不援助你,然後你就沒有辦法,你就只有投共了。 好,這個故事劇本就是劉相和英勇根的故事。著名的通州世界就是這樣的,通州世界是軍統供過他的特務張慶瑜聯合共產黨的地下黨策劃的,派英勇根的部下去殺害通州的日本平民,然後英勇根在日本的面前就是一百章也說不清楚了。 然後,成都的大川飯店世界是通州世界的一個翻版,又是軍統跟共產黨的特派地下組織聯合策劃的,以四川民眾自發抗議為目的,打了日本人。是劉相在日本人面前沒法交代。 就是通過這樣的手段抗日聯合統一戰線才得以建立。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地下特工人員的關係在1930年是非常奇特的。 一方面他們是相互殘殺的,另一方面在某些地方,就是他們聯手發明中華民族,但是當地還不一定願意做中華民族的地方。具體說是這樣的幾個地方,首先是上海,其次是滿洲,然後才是四川、雲南、華北這些地方。 滿洲和上海是最重要的。我剛才講的那些地方都是這兩個地方被基本搞定了以後接下來的事情。最初國民黨搞情報系統的時候,它採取的是非常奇特的政策。 一方面它在南京和它自己的控制去殺共產黨,另一方面它用叛變的前共產黨和明知是共產黨的共產國際匪諜來組結它的情報系統,因為國民黨沒有人才。 在1930年代,全世界匪諜學的最高造詣那肯定是共產國際,全世界所有其他國家哪一個國家都鬥不過它,像很多國家像美國,根本就沒有特務工作的這個概念。 國務卿還在那裡直氣壯地說,紳士不會偷看他人的信件,搞情報工作就是不道德,當然這樣的結果就是共產國際把它給偷得一塌糊塗。 而美國戰略的情報局剛剛出建的時候,到西班牙和沙特地坊去招募情報員,前來投靠的人有一多半都是共產國際人。所以這方面也不光是國民黨是這麼幹的。 所以國民黨一方面在南京殺共產黨的地下黨員,另一方面到上海租界去,到張作霖的滿洲去,是依靠共產國際引路跟共產國際合作的,為了打擊英日帝國主義的勢力。 到劉湘、龍雲這些軍閥統治的勢力範圍裡面去,它又是依靠共產黨的那些手段。 因為國民黨搞這些手段,照共產黨的解釋方法就是說,由於小資產階級激進分子的軟弱性,意思就是說你雖然已經開始流氓,但是你還是流氓的不夠。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又要當婊子又要立牌的話,就是說我要享受中華民族的果實,但是為此而幹了一些髒活的話,我希望共產黨去幫我幹了。 但是希望共產黨幫我幹了髒活以後,勝利果實都歸我國民黨,共產黨很高興幫他幹髒活。但是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英明的指出的那樣, 我們下了山,讓你來摘討,這是絕對不能容許的,所以最後成果也要歸我們,你過渡一下就行了,然後你還是要滾出去的。 於是雙方的遊戲就是按照這種方式展開的,但是這個已經有點扯遠了。 最重要的就是,對於希克教徒這樣的少數派和對於劉湘這樣的人一樣,對他們來說,劉湘到底是儒教徒、佛教徒還是什麼信徒根本不重要。 希克教的政治勢力,他到底是信什麼教也不重要。老實說,希克教就算是改成巴哈伊教,因為希克教早期跟現在的巴哈伊教是一樣的,是個典型的白左教,愛與和平的知識分子宗教。 只要他在當時的政治博弈中間和階級地位當中處於類似的地位,他既不能容忍原先被他們征服的印度教徒騎在他們頭上來,又不高興原先是他們敵人的伊斯蘭教徒騎到他們頭上來,他們有現在的政治路上,都是必然的。 只要他們有這樣的階級意識,但是如果他們放棄了階級意識,索性跟大家大同了。但是這是很痛苦的事情,很少有人願意,你只要稍微還有點殘餘的勢力,都不會願意放棄自己的階級地位。 像波蘭、立陶宛和東歐國那樣的情況就是這樣的,一個都不服一個。波蘭和匈牙利是東歐大國,他們對於自己被德國和俄國征服絕對不能容忍。 他們要藉著法國人的支持把德國和俄國人打倒,自己復國。但是在波蘭統治下的立陶宛人和烏克蘭人、在匈牙利人統治下的斯洛華克人和克羅地亞人把德國人和俄國人當作自己的救星,靠著德國人和俄國人,他們才能夠從波蘭貴族和匈牙利貴族的統治下解放出來。 他們各有各種民族發明,不同的民族發明反映了他們層次性挫詐的階級地位。就是說,個人都把離自己最近的壓迫者看成最大的敵人,而把較遠的壓迫者看作自己的朋友。 反過來說,蔣介石製造的中華民族觀念,比如說拿我來說的話,統戰要把四川算成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共同反對共產黨,然後國魂肯定會說劉湘是國民黨勢力的一部分,都是被共產黨壓迫的,你們應該跟著國民黨來反對我們。 但是劉湘自己肯定不會這麼認為,他認為國民黨和共產黨是兩個敵人,他交替著運用這兩個敵人來相互反對,企圖保全自己的勢力。 而我在發明民族的時候,我也要考慮,怎樣發明民族才能有利於我自己的階級地位呢?照共產黨發明中華民族的概念應該是這個樣子,骨子裡面的階級鬥爭的心理學是這個樣子。 就是,其實照我的意思,我們無產階級應該把你們這些資產階級通通消滅掉的,無論你們是亞洲的資產階級還是歐洲的資產階級,全是資產階級,我們就是要消滅你的。 但是由於革命進行得很不順利,我們已經做到這種潛力了,所以我們一度以為我們已經可以用不著你們把你們去消滅掉了。 在1960年代我們已經準備這麼做了,但是現在看著你們還有一定的利用價值,消滅你們是做不到的,我們就解體蔣介石的發明中華民族統戰你們一下。 我們建立一個乾隆皇帝的明清聯合帝國。就是這樣的,滿洲人剛入關的時候,明朝士大夫是敵人,但是到乾隆朝的時候實際上是滿洲貴族和乾明的士大夫聯合起來統治費拉順明。 所以1978年以後,共產黨員重新變成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是怎麼樣呢?原來作為征服者打倒了包括我在內的這些舊資產階級勢力的前征服者對我們說, 現在蘇聯已經不行了,而且蘇聯也變成我們敵人了,我們團結起來吧。你們像明朝士大夫一樣,雖然以前是我們敵人,而且被我們征服和被我們整得很慘,但是那是過去的事情,我們向前看。 我們現在聯合起來,我們給你關注,我們大家一起做官。我們滿洲人和明朝士大夫一起做官,聯合起來對付日本人、英國人和其他海外敵對勢力。等到中華民族強大起來,我們大家一起分蛋糕好不好? 好不好?這個蛋糕現在是我們大家的蛋糕了,不再是我們搶你們的蛋糕了,所以以後我們在中華民族這個統戰口號之下實現了階級大和解好不好?這樣做確實搞到了很多人過去。 當這樣做實際上的效果是削弱了這個新中華民族外交上的迴旋余地,這個也是有先例的。就是吃虧的一方肯定要尋求補償, 而占的便宜的一方總是不高興把自己占的便宜吐出來的。那麼這個辦法是怎麼樣呢?你說你要統戰我,現在大家都是中華民族,那麼我的第一件是誰? 你過去搶我的東西還給我,搶到那些人願不願意還呢?要還給我,是不是說是共產黨從滿洲帶批技術員要滾回滿洲國,把你們的位置交出來,重新交給我們四川的資產階級?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恢復了在劉湘時代的地位,我們就滿意了。但是人家高興回去嘛,你讓在臺灣的國民黨人回南京去,他們願不願意回去。 既然不能回去,那麼我們四川的資產階級就要說,媽的,你是要騙我嗎?老子不跟你合理,我們不要中華民族,我們發明一個巴蜀民族怎麼樣。這樣好像也不行。 那麼我們必須給你另外一塊蛋糕,這塊蛋糕就是改革開放的蛋糕。我們在不損害原有的既得利益計算的情況下,另外分給你一片改革開放的蛋糕。 改革開放的蛋糕是誰給的?美國人給的,但是我們要說是共產黨給的,於是共產黨就變成我們大家的好朋友和好保護人,大家都在改革開放的這個蛋糕裡面分了一筆錢。 但是對於這樣來說的話,比如說四川的資產階級,就一定要從改革開放的人拿到更多的損失。比如說,共產黨人帶來一批人搶了我一百塊錢,我一定要拿一千塊錢回來,要不然不足以體現我的補償。 這樣做,共產黨就必須到世貿組織、到WTO裡面去坑蒙拐騙,一定要給我拿五千塊錢回來。有五千塊錢回來,我才有辦法分四川的舊資產階級一千塊錢,然後我自己還有四千塊錢賺走。 如果我只能拿五百塊錢回來,我就不夠分了,雙方就擺不平。這樣做,這就是一個共產黨無論如何沒有辦法向川普讓步的原因。它讓了步以後,中華民族就擺不平了,就發明不起來了。 這在外交上是有先例的。我舉一個非常具體的例子——德意志第二帝國。德意志第二帝國建立在普魯士及其盟友對巴伐利亞和南德天主教各邦的征服之上。 天主教各邦原先一直是討厭新教的普魯士的,他們的傳統盟友是天主教的法蘭西和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帝國。 巴伐利亞曾經恩多次跟著路易斯和拿破崙去打普魯士。對於他來說,天主教才是最重要的,德意志民族算屁。 然後,彼斯麥發明了德意志民族,就是說民族比宗教重要,講德語之類的事情比共同天主教信仰更重要。 而巴伐利亞還要堅持,巴伐利亞在法國、羅馬和其他地方駐入公使館。德意志帝國有一套外交系統,巴伐利亞王國有一套外交系統,而且雙方的外交各邦也不一致。 然後,接下來,第一次的戰爭要爆發了,你就得再統戰一下巴伐利亞。巴伐利亞人說,這是普魯士人戰爭,跟我們有什麼屁的關係,我們要不要出兵。 不出兵不要緊,我們把我們的土地開放給法國人,量你普魯士人也吃不消,所以你必須給巴伐利亞人開一個好價錢。 於是,普魯士人拍到他的腦袋說,怎麼辦呢?普魯士融合佔去那些巴伐利亞的土地,我們不可能還給你,因為普魯士融合是我們戰爭的主力。 但是要讓巴伐利亞的貴族滿意,只有一個辦法。我們答應巴伐利亞人,我們從比利時和法國割一大片土地也割給巴伐利亞人。 一旦戰爭結束,我們就把德意志第二帝國改組成為三元帝國,讓巴伐利亞國王跟普魯士國王平起平坐,把法國和普魯士的土地分給巴伐利亞,讓巴伐利亞跟普魯士一樣打。 於是,巴伐利亞人拍下來了,可以啊,按照這個條件我們參戰了。 但是這些參戰不要緊,英國人發怒了。英國人說,比利時中立是英國的國家利益所在,只要不能維護比利時的完整,英國人永遠不會停戰。 於是,普魯士人得到了巴伐利亞而得罪了英國人。只要德國人不放棄普魯士,英國人就一定是德國人的敵人。如果德國人只打法國的話,英國人不一定。 英國跟法國在殖民地問題上有很多矛盾,而歐洲內地誰多戰一點土地誰少戰一點土地,這跟英國人根本沒關係。 但是比利時看守英國以及海峽的門戶,任何人都不准動比利時。但是如果不動比利時的話,巴伐利亞人就不滿意。巴伐利亞人如果不滿意的話,你就不能打法國。 於是,這就成了死循環了。巴伐利亞人不滿意,普魯士就不能打法國。巴伐利亞人滿意了,英國人就一定要打德國。 於是,德意志第二帝國在這個死循環當中,為了統戰巴伐利亞人而得罪了比利時人,因為得罪了比利時人又得罪了英國人,因為跟英國人結成不解之仇,又得罪了美國人,最後在全世界的圍攻之下整個打滅了。 為什麼德意志第二帝國在外交上沒有回憲於地?因為它發明了大德意志民族,普魯士王國沒有這個問題。 如果只有普魯士王國的話,它可以連巴伐利亞都可以割讓給法國,更不要說是比利時了。比利時哪一點違反了普魯士的國家利益? 普魯士人自古以來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一個東歐國家,普魯士跟比利時往日無冤、近日無仇,將來也是只有共同利益,沒有共同的仇怨。 為了比利時而得罪英國人,在舊普魯士貴族的角度來講,那一定是極其發瘋的舉動。 巴伐利亞人和西歐人可能跟比利時有矛盾,但是普魯士人絕對沒有矛盾。 普魯士如果不到萊茵和以西去發展的話,巴伐利亞人跟比利時人有矛盾的話,對普魯士只有好處。 但是占了萊茵和以西的土地以後,為了統戰巴伐利亞人而發明大德意志民族,普魯士的外交迴旋就一點也沒有了。 小小的普魯士看似軟弱,但他在外交上是極其靈活的,可以利於不敗之地。 強大的德意志帝國看似強大,但是他四面八方都給綁死了,所有人都是他的敵人。 他為了維持德意志帝國,就必須搞到英國人、法國人和俄國人全都是他的不共待遣之手,因此他就非使不可。 所以,發明大德意志民族這件事情就導致德意志帝國非使不可。 發明中華民族這件事情也是這樣的。 發明了中華民族以後,為了照顧吳越人資產階級、南越資產階級、巴蜀資產階級的各種利益,特別是那些已經受到過共產黨一次損害、絕不能忍受第二次損害的這些資產階級利益,共產黨在貿易上是無法退縮的。 而他無法退縮這件事情,會在普通的美國吃瓜群中間引起這樣的感想:"共產黨永遠是共產黨,這都是共產黨壞。 他們不知道這些事情其實是共產黨原來的敵人,現在的改革開放幹部搞出來的事情。 真正的老共產黨、延安知識分子和延安幹部,其實如果共產黨只有延安的話,它才不在乎什麼狗屁的資產階級貿易。貿易都是資產階級的事情,我又賺不到錢,我只需要潘漢年搞點匪夷活動就行了。 你們廣東資產階級賺不賺錢,這筆錢是不是讓越南的資產階級分去了,這跟我有什麼關係。 越南資產階級發財,廣東資產階級破產了資產階級狗咬狗与我的什麼關係,共產黨會淪落到為了維護廣東資產階級的利益跟美國人翻臉而讓越南資產階級占便宜這些事情,對於延安知識分子和共產黨的老幹部來說,那絕對是普魯士東方貴族看到普魯士不得不為了巴伐利亞和比利時和英國開展一樣荒謬的事情。 但是現在他們不得不這麼做,因為他們已經走到這一步了,除非他們肯放棄中華民族。如果不放棄中華民族的話,這些事情都要變成他們的罪惡了,他們要為此得罪越南人、日本人、美國人。這都是發明了中華民族的惡果,被綁上了中華民族這個彈刻的結果。 而改革開放幹部基本上就是過去被打倒的舊地主、舊資產階級的舊人。他們在這方面是特別沒有回旋於地的。他們的地位像什麼呢? 因為我出生於這個階級,我知道這個階級所有的弱點,他們是頭腦不清的人。他們認為共產黨打倒的他們,共產黨就是無所不能的,所以現在可以靠著共產黨去爭霸世界。 他們完全不知道共產黨的勝利是靠著蘇聯和日本的各種活動不斷地背叛、不斷地鑽控制的結果。這個看法就很像比斯麥快爾下臺的那幾年,德國殖民協會的那些德國新資本家、反英運動和海軍運動的主要提倡者對普魯士融合地主的看法是這樣。 我是知道的,普魯士融合地主雖然有一定的戰鬥力,但它主要是東歐國家。它能够變成西歐強國,主要是靠當英國人的馬前卒,拿英國人的貸款去打法國人、打奧地利利人、打俄國人的結果,漸漸成長起來的,主要是靠外交上的專控制。 它能够被英國人利用的主要原因就是它沒有海軍,也沒有海上野心。它是一個純粹的陸上國家,只有陸地上的野心,這樣的盟國對英國來說最省心了。 英國人的敵人是什麼呢?英國人的敵人全是海上的強國,荷蘭、法國、西班牙之類的。陸上的強國對英國不構成任何威脅。如果一個國家像普魯士那樣只有陸地野心,而在海上毫無勢力,沒有勢力享有的野心是不可能的,那麼這樣的盟國對英國人是太理想了。 它無論打誰,都是在打英國人的敵人。在英國人的支持下,它的勢力不斷漲大。但是普法戰爭使沒文化對托馬斯曼和亨利西曼和德國人文知識分子罵成是四塊那一批新資產階級,完全不知道普魯士是怎樣起家的。 他們以為普魯士連強大的法國都能打,他是無所不能的。是他們,而不是普魯士的舊貴族,要求普魯士走殖民擴張、海軍擴張的路線。 這條路線使德國取代法國,變成英國的主要敵人,注定了德國的毀滅。這條路線是比什麥和德國的舊貴族堅決反對的。 而普魯士的舊的融合貴族是只對東歐有利益,是根本不高興搞海上利益的。但是英美德民主的工作對點是不明白的。 他們看到普魯士的融合貴族戰爭這麽能打,他們以為兩次世界大戰都是融合貴族搞出來的。反而把普魯士當作罪魁禍首,在二戰以後果斷地解開了普魯士方。 其實普魯士在這件事很冤枉,是犧牲品,但他也不冤枉。誰讓你不發明普魯士民族,要去發明大德意志民族了。 發明大德意志民族的結果是產生了一個依靠大德意志民族發展的新資產階級。這名資產階級對融合貴族的態度,就是德國文學經常描繪的四塊態度,無限崇拜融合貴族的武力,因為他們自身沒有軍事政治經驗。 另一方面,正因為他們沒有軍事政治經驗,所以他們真的以為融合貴族在過去一百多年年連戰連勝就是無所不能的,下一次打英國人一定能贏。 以前幾次我們搭便車,靠融合貴族搭便車我們贏了,勝利果實由我們這些資產階級分了,現在我們再縮時綁架融合貴族去打一仗,我們再分一分勝利果實好不好。於是,他們就落到了集體毀滅的下場。 他們的做法就很像是袁世凱身邊的袁克定。袁世凱還不怎麽想當皇帝,袁克定很積極。袁世凱就有政治經驗的事情,他知道當皇帝沒那麽容易,而且萬一失敗了,好不容易得到的總統都不一定能保得住。 而袁克定呢,他什麽代代都沒有出,出力的全是他老爸,如果當上皇帝,他順利當太子,也會武餐。所以他瘋狂地要袁世凱當皇帝,而袁世凱還要各方面試探一下,最後袁世凱當皇帝不成功的時候,拼命罵袁克定,說你害了老爸。 實際上都是這個樣子的。好吧,現在共產黨黨內的改革開放幹部就是袁克定和德國資產那些這種人,而且他們還要加上一層巴伐利亞因素。 因爲他們是1978年以前被共產黨整得死去活來,險些沒有斷過氣,但在1978年以後,因爲共產黨搞市場經濟又突然有了利用價值的這一批人。 他們既是共產黨搞共產主義革命的主要受害者,又是共產黨搞改革開放的主要受益者。 爲什麽呢?就是搞改革開放雖然共產黨也是受益者,不搞改革開放,共產黨可能現在已經死了,但是共產黨的老幹部,無論他們是共產國際訓練出來的去防惡、匪敵,他們的特長是什麽? 他們搞恐怖主義是特長,搞經濟他們並不擅長,做生意他們不懂,搞經營他們不懂。另一部分是1949年以後提拔起來的貧下中農幹部、工人階級幹部,他們在舊資產階級的統治下是打工仔,他們懂個屁。 這兩種人在改革開放的情況下也就是給他們漲漲工資而已。而改革開放幹部是誰呢?是舊地主、舊資產階級出生的。他們過去是幹什麽的?他們過去是伺候大英帝國、大日文帝國,在這些人的保護意識下做生意,他們本來就會做生意。 所以現在換了一個主任,他們繼續做生意,發財大部分發到他們口袋裏面,尤其是黑金、半黑半白金和各種主要金。你知道,掌工資、固定工資肯定是有限的,但是黑金則是無限的。 你如果當共產黨的正式公務員,再怎麽給你掌工資也就是那麽幾千塊錢了。如果你藉由共產黨保護之下,去搞什麽城投公司之下,幾百萬幾千萬要多少錢就多少錢,於是共產黨的老幹部憤怒地發現,改革開放養回了他自己的階級頂, 而且是給他們倆抽的階級敵人。他們不可能不擁護習近平來打擾這些階級敵人。但是問題在於,這些階級敵人是共產黨主要的財政資源,而且他們跟1978年的情況不一樣。 他們現在在黨內已經有了自己的代理人,不見得就會束手就筆,於是就產生了中華民族這個怪胎。 看上去能夠使黨內矛盾和國內矛盾得以解決的唯一手段就是中國走納粹道路,取代美國成為四箭霸主,用國外搶來的更多蛋糕。 比如說到臺灣去把臺灣的技術和資本拿下來,再分給大家,個人都有好處,那麽原先這些看上去是不解之仇的矛盾就可以解開了。 德意志第二帝國在1914年也出在這種情況,如果得不到英國的殖民地和法國和彼此的土地的話,那麽普魯士人和巴伐利亞的矛盾擺不平,普魯士人和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矛盾擺不平,資產階級和融合貴族的矛盾擺不平。 這些矛盾要擺平,只有德意志帝國能征服事件,而征服事件的結果是所有參加征服事件的各方落造的共同毀滅的結果。 現在,你面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此時此刻就面臨著這種情況,貿易戰不可能解決。貿易戰如果按照川普條件或者按照任何條件來解決,都意味著改革開放幹部和黃俄老幹部以及無產階級幹部之間本來就有的矛盾立刻重新爆發。 不解決的結果,共產黨就要走納稅道路,必然會跟以美國為首的整個世界體系,就像德國當年跟以英國為首的世界體系一樣,發生正面衝突。 當然,這個聯盟本質上也是建立在不正義的基礎之上,建立在苟且和曖昧的基礎上的。 本來對於巴伐利亞人的角度來講,普法戰爭就是不正義的。你加入了不正義的這一方去分法國人的勝利果實,等於是像共產黨以前經常做的那樣,用你親戚朋友的肉來養你。 這種事情共產黨幹過很多次,比如說它打進四川的時候,我相信它打進上海馬路西亞球也就是這樣的,有一部分人會投共,然後共產黨就會獎勵這些人。 獎勵它的東西是什麼呢?不是共產黨自己的東西,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它是一無所有的。它會拿它敵人的肉來獎勵給你。 於是,這樣做有好處,一方面是打擊了敵人,獎勵了走狗,另一方面是在原先的一己事業內部激起了不解的深仇。 比如說,像我的家族就是,有一部分人投共了,那麼它得到了那些好處從誰吃過裡面,因為反共而遭到迫害的一些手裡面得到了。 於是,原來是一家人,是一伙人的,現在彼此之間的仇恨比起他們跟共產黨的仇恨還要多。這個仇恨保證了他們失去反共共產黨的力量,但是社會空氣被整個毒化了。 分化瓦解就是用你的一太太來反對你,發動你的兒子來反對父親,發動你的老婆來反對丈夫,這是共產黨一貫的解構手法。 它依靠這些解構手法,當然這也是得與這些爭別。 例如,像《桂河大橋》這部電影中有一個情節,就是日本人要背負著英國軍官一起幹活。英國士兵戰略來說,我們英國人的規矩就是,軍官永遠不幹活,殺了我們,我們也不會幹活。 請問這些英國士兵是幹什麼?他們在維護英國軍官的階級地位,因為英國貴族的軍官是他們的領袖。 英國軍官在,英國的士兵就在,沒有兒子,他們就全都是一樣的降落了。當然,日本人自己也是貴族,所以他們不會真的搞階級鬥爭。 如果是共產黨的話,它就會說,你們英國士兵,特別是如果你們有黑人士兵的話,共產黨對於美國黑人士兵就證明了,你們是被白人和貴族壓迫的,我們無所謂地團結一下反對你們的貴族。 如果他們聽的話,你們的組織就解體了,你們的共同就解體了,然後它就可以順利前進了。 所以,共產主義扣然中是一個爭別。如果貧下中農、姨太太、兒子、紅衛兵真的站起來反對他們的領袖的話,那麼你原來體就解體了,你就被共產黨征服了。 如果你像貴河大橋那裡面的英國士兵一樣,英國無產階級堅決支持英國貴族,那麼你無懈可擊,共產黨就失敗了。這就是一個爭別。 它能夠解構得動的,就是共同體建構得不太好。所以,建構得不太好有很多方面,大以民分是一部分。 比如說,你要向國民黨撤動一批青年黨來投靠國民黨,它可以這麼說的是,青年黨是什麼?青年黨是中國青年黨。 雖然四川青年黨實際上是四川軍閥和地方勢力的一面棋子,但是它可以說,你們青年黨只不過是主張聯省自治。聯省自治只是要四川自治,還沒有讓四川獨立。 所以,你們還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所以你們青年黨的一部分帶著裡面的軍隊去投靠我們國民黨,並不違反。這不算不中不義吧。因此,它心理上的主抗不大。 然後共產黨又來了,它說國民黨和共產黨是內戰的一部分。你們原先是青年黨的,而且你們已經叛變過一次了,叛變第二次就更沒關係了。 你想,明朝末年的時候,叛徒滿清那批人,誰叛徒是最厲害了?是首先投降李志成的那一部分人。 為什麼呢?他們當初投降李志成的時候以為,媽的,被投降一次也就足夠了,李志成能夠建立一個二百年的長治九安的王朝,我們可以當開國共臣。 沒想到李志成過兩次就垮了,清朝人入了關。這時候他們的節奏已經一文不值,這時候他們就算是反清反到底,殺了全家去反清,他們也是二層了。 他們已經投降過李志成了,將來的任何歷史學家都不能說他是大明的忠臣了。相反,投降清朝至少還可以有眼前的融化富貴。如果清朝成功了,面子已經沒有了,我們只有追求了李志,所以我們就為清朝忠心地服務了。 當初拒絕投降李志成,千辛萬苦從北京南下逃到南京,企圖抵抗李志成那批人,清兵南下說,他們可以抵抗清兵。為什麼?沒有李志,至少還有面子。就算我被清兵殺了,就算大明朝滅了,我知道的。 將來的歷史學家要編明是清兵的,我肯定是大明朝的忠臣,我雖然輸了,但是我的截上是完整的。 因為這是我自己家屬裡面的事情。我以前曾經講過,我家屬裡面就是三個黨派,青年黨、國民黨和共產黨。國民黨和共產黨其實是同一波人,就是投降國民黨的那些人順利地投降共產黨。為什麼? 因為你反正做不成忠誠了,做不成忠誠了,那我還不如追求成功。可以做忠誠的那一部分,面子還是很重要的。我就算失敗,我可以失敗得很有面子,所以我就要面子了。面子已經沒有錯了的那一部分,我就要了李志吧。就是這樣的,故事就是這樣展開的。 然後,共產黨在改革開放以後發明中華民族,實際上就是要把1928年以前反對國民黨那些人,1928年到1949年之間跟著國民黨反對共產黨那些人,和1949年以後跟著共產黨的三波人統統統統戰起來。 大家向前看,過去誰坑了誰,誰害了誰,誰有理誰沒理,現在先不要說了,不要錯過眼前悶聲發大財的機會啊,你們過去的時候在袁世凱同志和大政天皇在那些年代爭的那些錢,說起來也不過就是幾百塊幾千塊錢,美國人這方面的錢可有幾百萬幾千萬的,你們為了那幾百塊幾千塊錢的救出救援,把那幾百萬幾千萬錢都給錯過,是不是很可惜啊? 接觸了這個統戰的人,好,那就算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了,以後我估計你就很難下船了,這就是個代價。 然後他們就像是當初投靠李自成的那些北京士大夫一樣,改革開放路走不通以後,被迫以中華民族的名義跟美國決鬥的時候,他們就只能像巴伐利亞人、普魯士人、德國資產監獄和融合地主一樣,全部同歸於盡了。 而我在這個時候建立大蜀民國,實際含義就是當初沒有被你們統戰過去的那些少數人,自溜的原教史主義者,無論是屬於什麼原因的諸如此類的人,現在因為你們的失敗,我們時代運轉,我們變成唯一的抵抗力量和唯一的正統勢力,以後拿著紅藍千米發地數就是我的事情了。 當然,我現在誠實地說一句,當初我跟那些人鬧别扭、鬧翻的原因基本上都是個階級鬥爭的原因,跟希克教徒不能容許穆斯林和印度人占上方的原因是一樣的。 就是說,你們原先是不如我的人,如果統戰成功,那就會出現這樣一個原理。 第一,我們現在是一家人了,不是一家人不好比,不同系列裏面的階級地位沒法比,現在我們可以比階級地位。第二,這個階級地位至少是跟工作年齡很有關係,投共越早,階級地位越高。 像我們這些忠贞分子忠贞到最後,結果是投共最晚,發現階級地位最低,你TMD在1948年帶槍投共,你變成老幹部了,而我還要辛辛苦苦當技術人員聽你這個老幹部的領導。 老實說,我寧可讓斯大林同志直接領導我,我都不能讓你領導。如果俄羅斯人或者巴克大德來統一中國,我倒是能夠忍受的,因爲它跟我們沒有關係。 我擁護他們像擁護康熙皇帝一樣,一點心理障礙也沒有。但是擁護你們,老實說,共產黨如果把你們殺光了以後,再來統戰我,我說不定還願意答應。 但是共產黨先用了你們,再來統戰我,那就是辜負了我的忠義,然後讓我做你們的下屬。就憑我會做你們的下屬這一點,我就要連你在共產黨一起打倒。 就為了這個階級鬥爭的理由,我沒法跟你們合作。最核心、最簡單的理由就是這個樣子。 跟國民黨和臺灣的理由也就是這樣的。如果國民黨堅持反攻大陸,我可能會堅決主張,國民黨應該首先把你們這些台獨分子殺光,以免在反攻大陸的時候幕後留下隱患。 我現在會跳著腳要說國民黨殺人殺得不夠徹底,應該軍化管制,把所有台獨分子殺光,然後一起反攻大陸的。 但是既然國民黨被共產黨統戰了,那麼我的理想就要緩過來,堅決支持台獨分子殺光所有的國民黨人,以免給共產黨進攻臺灣,提供便利。 但是如果你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說的話,你會不會覺得我是個自下矛盾的人?但是一點都不。這裡面是有,階級的邏輯性是完全一貫的。 台灣人怎麼樣,國民黨怎麼樣,對我來說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你們全都是外人。伊斯蘭教徒是好是壞,對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中國基督教徒是好是壞,斯大林來說是好是壞,對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關心的就是,在我自己這個小小的信念內部,我不能把我自己弄成是最終失敗和錯誤的地方,讓我的子孫後代失去了歷史記憶,變成一個中國人。 然後,在這個歷史序列當中,那些不忠不義的壞人變成了正確的一方,而你們的忠義將會完全被辜負。你們的所作所為不但沒有好處反而對自己有害,這是不行的。 現在就差一口氣,仗就要打贏了。現在不打,以前做的努力全都要辜負了。現在投入最後一個同比,仗就要打贏了的時候,就是死也會打下去不可。 等共產黨垮了以後,我們就是最正確的一方,過去吃的虧全都可以補償回來,過去不忠不義的那些人全都要跪倒在我們腳下,聽衡我們的審判。這就是一個階級鬥爭的問題。 階級鬥爭在打的最強烈呢?就是在傳統的共同體的內部。在面臨的外來壓力的情況下,一部分人要投降,一部分人要抗戰的那種情況下,共同體的邊界就要重化。 然後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發生階級鬥爭和民族發明同時展開的過程,而民族發明的主要動力就是階級鬥爭的動力。 主要的教訓就是,你不能用思想史去分析政治史。這是完全不靠譜的。政治史去分析思想史,在很多地方是靠譜的。 例如像是李公圖、文藝多那種人,我敢肯定他也是像我這種情況。 因為為什麼呢?文藝多在西安市變的時候是瘋狂擁獎的人,結果在政協會議的時候就是瘋狂反獎的人,李公圖在清黨的時候是瘋狂反共的人,結果在政協會議的時候變成瘋狂擁共的人。 這些事情是怎麼解釋的?都不是思想自身發展的結果。像李大昭那種人在二次革命的時候堅決鎮壓國民黨的,然後突然又變成蘇聯人的走狗了。 他是政治家,不是思想家。現在的研究李大昭那種人全怕當成思想家的研究,那完全是扯淡的事情,他的思想是根本斷裂的。 只不過是,他原先是北洋政府張時釗斷祈瑞的走狗。張時釗斷祈瑞倒臺以後,他需要尋找新的組織,然後他變成了蘇聯的走狗,於是他的思想就整個變了。事情就這麼簡單。 主持人 您剛才提到台灣內部的這些結構性的因素,包括國民黨跟台灣本土的這些台獨、日本時代的這些資本家的政治上的後裔。 主持人 最後講到槍還是最重要的。印度的席克教徒非常勇猛散戰,那台灣的原住民事實上在台灣的國民黨帶來的軍隊,還有之後改組的中華民國軍隊,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雖然他們本來的武德已經被國民黨捕食,但他們還是占台灣特戰部隊的半組以上。 主持人 如果台灣人把這些勇猛的原住民統戰起來,我們說我們大家都是台灣人,那我們把國民黨跟這些中國人排除出去,那我們搞一個弗摩薩聯合軍主國,這樣一個搞頭。 主持人 當然可以。這個主要取決於國民黨的自身的時候,國民黨越是投共,這種事情就越好辦。 因為台灣的實質主席是屬於美國的,而誰在關鍵時刻站出來的隊,誰就自然而然會失去一切。 失去一切以後,你在美國那裡得到的待遇可能還好一點,在自己最近的階級的敵人面前得到的待遇那絕對不會好,等於是處在任人宰割的狀態了。 實際上這就是堅不容化的狀態。老二和老三是恰得最緊的,老二和老大之間還恰得不最緊。 老二如果要挑戰老大的話,一般來說首先會遭到老三和老四的合集。世界歷史一般都是這麼搞的,就是歷史上的霸權國家,在它衰落的時候,一般來說主要挑戰者都是不得好死的。 一般來說,霸權總會轉移到主要的駐守手段,像美國接起英國這樣。中國只要進入了挑戰美國的角色,那就很清楚它的結局了。 它將來會像挑戰過英國的歐洲大陸獵拳,遭到瓜分。然後在這個瓜分的過程中間是大有可為的,原先壓迫了駐的那些人都會損失慘重,慘到難以形容,比1949年還要慘。 當然,台灣情況也就是這樣的,國民黨這一祝祖書了以後,它就無家可歸了。